不知不觉 2017年已然过去 而在昨晚的跨年夜上 有不少艺人都像景田 赵丽颖这样忙里偷闲 放下工作与工作室的小伙伴们 一起享受这难得的轻松时刻 但也有像关小彤这样 依旧奋斗在工作岗位上 平心而论 作为明星虽然光鲜亮丽 却也很辛苦 甚至逢年过节与亲友相聚 都是一种奢望 而杨子近日的一则 深夜放毒的博文中 提到的那一句 从小到大老是自己吃饭看电影 更是揭露了一人光环下 不为人知的孤单 其实身处娱乐圈 不仅有孤单 也有着心酸 而那些小童心 更是失去了孩子任性的资本 比如杨子 他的童年几乎都给了演艺圈 甚至他在12岁那年 为了拍好少年康熙 中的一场雨中哭戏 跪着淋了近九个小时雨 拍完后他不仅浑身失去知觉 更是连烧了好几天 同样是童心出身的吴磊 虽然没有跟杨子一样淋雨到发烧 但他早年在拍戏过程中却是不慎割伤了一道不小的口子 却因为紧张的拍戏进城无暇去医院处理 最终这个伤口演变成了增生 在他身体上成为永恒的印记 提及这些往事 如今已经长大的杨子 吴磊虽然依旧感到心酸 却能保持微笑 但另外一些还年幼的小童心却是绷不住了 比如现年才十岁的十月安心 别看他在 米月传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等剧中都是一副小大人的模样 表现也不错 但他也曾因为从早上四点拍戏到凌晨一点而忍不住大哭 不过据悉这个小家伙当时还是忍到导演喊 卡后 才投入父母的怀中肆意宣泄自己的 难受 无独有偶 为拍戏熬夜的环游董李无忧 别看他比十月安心小了两岁 但戏约确实多出N倍 光去年一年他就接了六部电影 九部电视剧 而据他妈妈透露 孩子的高产也导致了他一学期只上了七天的学 学业全靠贴身家教 然而不管杨子 吴磊等已经长大的童心 还是董李无忧 十月安心等依旧年幼的孩子 他们虽然辛苦却还能继续为自己的梦想努力 但邓明赫这个曾经备受关注的小童心 却没有那么幸运 因为繁忙的工作强度 邓明赫没有让刚治愈的身体得到缓冲休息 最终病魔再一次袭来 最终因抢救无效去世 年仅八岁 每个人都有明星梦 也有不少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快 人一步 虽然这种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的想法的确没有错 但千万别忘了劳逸结合 毕竟他们真的还是只是个孩子 特别声明 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 版权或其他问题 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